高空投擲飛彈轟炸把地面炸得尘土飞扬 俄羅斯連兩天秀出自家軍隊在戰場上的影片 聲稱摧毀烏克蘭的反攻利器 俄羅斯國防部自稱摧毀六套海馬斯系統 還有瑜伽反箭飛彈系統等全都是美智武器 不過美國五角大廈否認這項說法 但顯然在烏克蘭前線盾內刺客戰火依舊激烈 武東戰場就像地獄一般 讓澤林斯基不得不下令 希望頓內刺客居民別當炮灰儘快撤離 只是俄羅斯目標不只放在烏東 他們還繼續挺進南部的目標 包括尼古拉耶夫連續多天遭到敵軍攻擊 戰爭五個多月各國抨擊聲浪四起 當時美國紐約中央公園的遊樂場出現這樣的場景 一尊俄羅斯總統普清的雕像坐在坦克車上 被漆上紅色油漆 法國藝術家藉由作品發洩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不滿 TVBS新聞中午等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